重慶大廈旅館的租金竟然比半島酒店還要貴 原來疫情之後首個黃金周 星期六起就開始了 入境處預計有461萬人次經海陸空管制站進出香港 我們的記者翻查業門訂房平台 發現酒店、賓館甚至宿舍都極為短缺 尖沙咀重慶大廈旅館 每晚房價由以往400多元至600多元 加價至貼近1000元甚至更高 一間容納兩個大人和兩個小孩的套房 更加出現24798元的瘋狂價格 比半島酒店豪華海景套房還要貴 曾經在周星馳電影出現的旺角麗貞賓館 向來吸引內地旅客莫名打卡 甚至在今年整個五一黃金周假期 房間都已經爆滿 每晚房價由平日的260元 加價至大約600元 看你這麼帥氣又帶帽子 這房間浪費你70元 每天12點前查看 行